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众更多的美人基本还是无明显地域特征脸 因此西方股像加东方皮像的配置容易出顶级大美人 一 西方股像 中西方人种的股像的差异在于西方人的头股纵身更长 西方人全股发育没有那么突出 相比亚洲人是后退的 而亚洲人的全股看起来是前进的 因此在视觉上拉低了立体度 从正面看 头股纵身的差异 也让西方人的头股看起来圆且小巧 包得住脸 而大多数亚洲人的面部更加宽和平 正面头包不住脸的比例也更高 公认的亚洲神言基本都是西方股像 决定差异的是细节 比如陈坤 正侧面转折的线条更鲜明 木村拓栽 骨骼更细 更秀气 而不冤虫则是五官温美精致起到了一定的中和 西方股像往往容易发育过度 高眉股导致眉眼距被拉近之后容易显凶 且显得中庭更长 鼻鼓也容易发育得过于高和宽 显得粗糙 所以欧美明星整形往往需要拉开眉眼距 和精细化修整鼻子 整体更柔和 西方神言基本也是冲击力强的西方构造 搭配内脸柔和的东方皮像 法兰西第一美人阿加尼的颅骨 圆滑饱满 头包得住脸 面部扩形更东方 圆润的长额蛋脸 线条流畅柔美 阿根廷美人奥利维亚赫西 也是非常中式的皮像 窄长且没有起伏转折的脸型 秀之纯美 眼神也轻车动人 也是典型的东西方特色兼具 基努里维斯身上有八分之一的中国噱头 这也使得他的面孔看起来更东方 轮廓与五官更含蓄秀美 不似寻常西方人种的尖削骨感 世界第一美少年伯恩·安德森也是同款配置 三 审美启示 顶级美人讲究的是西方骨像加东方皮像 就是多人种脸的表现 不论是东西方 一张无明显地域特征的多人种脸 很容易成为大家的心之所向 所以地球球花级别的大美人 不论是什么国籍 几国混血 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亚洲人的骨骼较低平 眉眼更收敛 西方化的构造骨骼感更加突出 五官也更夺目 但面部的起承转折以及协调与否 还是要看底子 混血的基因优势很难通过 简单的人工假法来达到 其实想要提升自己无可厚非 但要认清自己的基础 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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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